同学朋友们,五十四课我们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节课里面,我们主要要谈论的是 这个食物的香料与食材 这些东西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在这里好好把它研究一下 在这个我们讲课之前呢 有件事情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大部分的朋友们 他们对学习英文来这么辛苦,这么痛苦 又记不起来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原因 你们要养成一种学习英文 把学习英文当作一种生活的兴趣 嗜好去喜欢它 喜欢去接触它 那么这最终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记得我的记忆力 当初我的记忆力很差很差的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可以把英文里面记忆力 几乎英文的单字我都可以记得起来 还有口语 然后我能够说得非常的流利 那么最重要的原因 当我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我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就非常想要学它 甚至每天学两个字 学三个字我都变成 我都觉得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 OK 长话短说 我在这里就是想把各位学习英文的兴趣提起来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首先那么我们先从香料开始说起 香料叫做Spices Spices Spices 香料 同时我们跟他要谈到什么是做料 OK 香料是给我们添加食物上面的香味跟味道 那么这个东西叫做ingredient ingredient就是配料 我们中文讲ingredient配料 配料也是食材的意思对不对 食材 OK 我们现在有点概念了吧 香料 Spice 是给食物的咸味 甜味 辣味 这叫做香料 那么它的成分叫做ingredient ingredient就是说虾啊 牛肉 青菜啊 等等这叫做食材 ingredient 那么还有朋友们 有些人嫌我教得太慢 或者觉得我教得太浅 我这个节目是叫学习英文的朋友们来学习 如果你觉得你的英文程度很高的话 我这里不是叫你托福般的 那么我要有钱的开始交给各位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嫌我讲得慢 不要嫌我讲得简单 但是你能够把这些学起来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要学的东西 那么至于一些朋友 你的英文程度很高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上那个托福般 那个比较适合我们这个节目 是教各位想要学基本英文的朋友们 是不太一样的 好 我要教给各位一个很好的字眼 就是芬芳气味非常好的叫做frequent frequent frequen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字 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常用到smells good smells good 闻起来好棒好舒服好香 smells good 这是我们在口语里面最通常的用法 那么我们有甜咸苦辣酸 ok sweet sweet 甜的 sauty 咸的 b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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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 很辣的叫做spicy spicy 辣的 酸的叫做sour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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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咸苦辣酸 好 那我们跟着下来 我们要讲酱油 盐巴 糖 醋 辣椒 等等这种这种spicy就是食物的香料的所有的种成个名字 首先我们学到的胡椒粉 胡椒粉里面有分白胡椒跟黑胡椒 我们现在看到是white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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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胡椒粉 跟着我们看到是黑胡椒粉 block pepper block pepper block pepper 黑胡椒 那么这些都是由这个胡椒里面 胡椒叫做pepercone 跟着下来我们讲中国人的五香 这个东西五香叫做five spices five spices 五香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角 英文叫做octagonal octag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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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角 我们现在讲的是肉桂 回香 cin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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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桂 回香 那么回香粉我们叫做cinnamo powder cinnamo powder 这个我们要讲到美国人用的是很多 中国人我还没有看他们用的 叫做香草 v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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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cream 就是香草冰淇淋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蒜粉 garlic powder garlic powder garlic powder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姜粉 ginger powder ginger powder ginger powder 蒜粉 我们现在讲的辣椒酱叫chili paste chili paste 但是在美国人都用siracha siracha 就是这个牌子 siracha 一般你跟美国人讲siracha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墨西哥的辣椒酱 tab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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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们都就直接叫名字就好了 我突然发觉到要讲下去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讲讲不完了 不过没关系 我愿意在这里很仔细的把它给各位我们把它弄清楚 ok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生长日常生活里面的盐巴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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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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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sugar 那么现在是cooking oil cooking oil 是烧菜的油 cooking oil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种 我再继续会再继续介绍给各位 我们先讲到vegetable oil vegetable oils 是这个树菜油 vegetable 这个是ofe oil ofe oil就是橄榄油 美国人用的很多 半沙拉用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牌子上面有一个virgin virgin我跟各位做个解释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上面有一个virgin virgin这个字就是说 它橄榄油第一次提炼出来的 第一次提炼出来的这个油 叫做virgin 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同时我要教给各位这个字virgin 跟它发音是一样的 virgin是处理的意思 机会教育 ok我们谈完处理了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叫做sesame oil sesame oil 就是我们用的芝麻油 sesame oil 芝麻的意思 这个是黄豆油 这个soybing oil soybing oil soybing oil 这个是黄豆油 跟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pina pina pina oil pina oil ok所有这些食物有好多种 好多种 又是avocado oil 又是这个 amond oil 杏仁油 太多太多 那太专业我就不继续讲下去 我告诉各位的现在都是我们身边最经常用的芝麻油 那芝麻油 花生油 青菜油 这最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剩下太专业的东西我们就暂时讲不完了 好吧 我们在这里继续讲下去 这是我们中国人用的酱油 soy sauce soy sauce 酱油 跟着我们讲醋 vin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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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醋 醋有好多种 我们先知道一种就好了 我们先讲料酒 ok 料酒有好多种 我们先选一种cooking wine cooking wine cooking wine 料酒 跟着我们现在讲 我们的味精叫做msg msg是味精 那么它的原字我现在在这里告诉各位 ok我们刚刚刚刚刚讲到味精我们叫做msg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各位原字叫做manisodian glutamate manisodian glutamate 那么你们想学就学起来 不想没玩意就叫MSG就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辣椒粉 chili powder chili powder chili powder 辣椒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是cocktail sauce cocktail sauce 是美国人用来吃海鲜 非常多的这个 sauce 那我们跟着看到是 sala dressing sala dressing sala dressing 吃沙拉的酱 sala dressing 跟着我们这个是ketchup ketchup ketchup上面它都有字 我不要打了 这是我们讲的番茄酱 ketchup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沙拉酱 sala dressing 那么在美国呢 有五种的沙拉酱 但我可能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可能会太仔细的解释 那么有一种叫做blue cheese blue cheese soutern island soutern island 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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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lian i-ta-lian dressing runch runch 就是有五种 ok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食品的东西呢 大概差不多是就这样子 还有很多很多 我没有办法一一包括在里面 但是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好不好 谢谢你的收看 下节和谐 拜拜 拜拜